由于人们对于临终的认识,普遍上来说还有很多的误解,大家都应该好好了解,千万不要给亲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。 而这篇文章将从医学的角度告诉大家临终的过程,希望大家能有所了解,帮助家人和自己一起坦然面对。 一起来看吧。一个车祸的22岁男性,被送进了家户病房,此时的他生命垂危,几乎不能说话。 接着,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,医院不允许家人进入病房,看望这个随时会离开的亲人,在之后的时间里,也只允许一个亲人,每隔两小时继续看望五分钟。 在漫长的等待中,沮丧的女友只好回家了,父母也撑不住身心的疲惫所以睡着了,一直等到护士通知他们病人已过失时才惊醒过来。 因为没能和亲人见上最后一面,说些告别的话,家属的悲痛骤然升温。 但其实这还算不残忍。在最后的日子里,病人常常要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待遇,一是过度治疗。 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仍在接受创伤性的治疗。 另一个极端则是治疗不足,也就是说,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适,一直到没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脱。 那么,生命在最后的几周、几天、几小时里,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? 一个人在临近去世时,体内又会出现什么变化? 在想什么?需要什么?我们该做什么?不该做什么?怎样做才能?让生命能以舒适、宁静、甚至有个美丽的终结。 临终期一般为10到14天,有时候可以缩短到24小时,在这一阶段,医生的工作,应该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,转向减轻痛苦。 临终的病人常处于脱水状态,吞咽出现困难,周围循环的血液量锐减,所以,病人的皮肤摸起来凉凉的。 你不要以为病人会冷,需要加盖被子来保温。 相反,即使只是在他们的手脚,加上一点点重量的被子,绝大多数临终病人都会觉得太重,无法忍受。 呼吸衰竭,会使得临终病人呼吸困难,给予氧气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 但他们已失去了利用氧气的能力,此时给他们供氧是无法减轻这种呼吸饥饿的。 正确的做法是,打开窗户和电风扇,在病床周围流出足够的空间。 另外,使用麻菲或其他有类似的合成麻醉剂,来减轻病人呼吸困难和焦虑的最好办法。 当吞咽困难使病人无法进食和喝水时,有些家属会想到用胃管为食物喝水,但冰房的人常常不会感到饥饿。 相反,脱水的缺乏营养的状态,会造成血液内的同体累积,进而产生一种止痛药的效果,使病人有一种异常愉快感。 这时,即使给病人灌输一点点葡萄糖,都会抵消这种异常的愉快感。 而且,此时给病人泪食还会造成呕吐,食物进入吸管容易造成窒息,病人不配合而痛苦挣扎等后果,使病人无法安静地走。 静脉输液虽然能解决陷入急性意识模糊状态病人的脱水问题,但同时带给病人的试水肿,恶心和疼痛。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甚至在去世前三个月之久,不少病人和别人的交流减少了,心灵深处的活动增多了。 不要以为这是拒绝亲人的关爱,这是病虚事的人的一种需要,离开外在世界,与心灵对话,一向对100个晚期癌症病人的调查显示,去世前一个星期,有56%的病人是清醒的,44%试睡,但没有一个处于无法交流的昏迷状态。 但当进入去世前最后6小时,清醒者仅占8%,42%,处于试睡状态,一般人昏迷。 所以,家属应抓紧与病人交流的合适时间,不要等到最后而措手不及。 随着去世的临近,病人的口腔肌肉变得松弛,呼吸时,积聚在喉部或肺部的分泌物,会发出咯咯的声音,医学上称为去世咆哮, 这会让人听得很不舒服。但此时如果用吸引气吸痰的话,常常会失败,并给病人带来更大的痛苦。 应将病人的身体翻向一侧,头针得高一点,或用药物减少呼吸到分泌。 病房的人在呼吸时,还常常发出污液声或喉鸣声,不过,病人并不一定有痛苦, 此时可用一些止痛剂,使他能继续与家属交谈或安静地走向去世。 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感觉,所以,不想让病人听到的话,即使在最后也不该随便说出口。 这几天,我一再地说,我一再地想,为什么,为什么直到现在,我才读到了这篇文章? 现在是什么意思?现在是,我的父母已经先后去世,而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都没有和这篇文章相遇,所以在无知中注成大错。 所有的误解都基于一个前提,我们和临终者已经无法沟通,我们最爱的亲人,已经无法讲出他们的心愿和需求,我们只好一意孤行。 而本来只需要一点点基本的医学常识,事情并不复杂。我想起我抓着父亲的手,他像水一样凉。 我命令弟弟说,爸爸冷,快拿毯子。现在才知道,他其实并不冷,只是因为循环的血液量锐减,皮肤才变得又湿又冷。 而此时在他的感觉中,他的身体正在变轻,渐渐地漂浮,飞升。 这时候哪怕是一条丝巾,都会让他感觉到无法认受的重量,更何况是一条毯子。 我想起直到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,医生才拔下了接在他身体上的所有的管子,同时因为我们觉得他几天几夜没喝水、进食,所以总是试着做一些,哪怕是徒劳无功的尝试。 母亲早上送来献榨的西瓜汁,装在有刻度的婴儿奶瓶里。 我们姐弟每天都在讨论住爸爸,今天到底喝了多少水。 现在才知道,他其实并不饿。 那时候,他已从病痛中解脱出来,天很懒,风很清,树很绿,花很鲜艳,水在流,就像一树,宗教中苗。 树的那样这时候,哪怕是帮病人注射一点点的葡萄糖,都会抵消那种异常的愉快感,都会破坏他美丽的归途。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在最后急性意识模糊的状态中,却突然变得喋喋不休,而且是马口的台语。 我担心他离我而去,我想喊住他,他却丝毫不理会。 现在才知道,那个时刻,他与外界的交流少了,心灵深处的活动却一场活跃,也许青春,也许童旭,好戏正在一幕幕的上演。 我怎么可以无端打断他,将他拖回这个惨痛的现实中呢? 我应该做的,只是静静地守着他,千万千万不要走开。 临终者昏迷在身,也会有片刻的清醒,这大概就是传说的回光返照吧,这时候,他必定想找他最牵肠挂肚的人,不能让他失望地离开。 我还记得父亲此生表达的最后愿望,是要拔去他鼻子上的氧气管。 可是我们两个不肖子女是怎样的围绕了他的意愿啊,我和弟弟一人一边强按住他的手,直到他的手彻底粘软。 现在才知道,对于临终者,最大的人词和人道,是避免不适当的,创伤性的治疗。 不分清红皂白的不惜一切代价抢救,是多么的愚蠢和残忍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